如果你正考虑购买一台智能手机 那你应该听说过安卓和iPhone这两个单词 虽然知道,但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有疑问 到底差在哪里,该选iPhone还是安卓手机 首先,iPhone与安卓都是智能手机 既可以连上互联网 也能安装应用程序,拨打电话等等 听起来非常类似,但实际上整个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彼此也不兼容 安卓和iPhone是两个不同品牌 你可以想象成奔驰、宝马两个都是汽车品牌 但生产不一样的车 另外还有Mac与PC都是电脑 可以进行类似的操作,但两者还是不一样 这两款智能手机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内建的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是手机正常工作的基础软件 就像电脑需要安装Windows一样 iPhone搭载由苹果公司开发的iOS 安卓手机则是运行由Google开发的安卓作业系统 尽管操作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具备大多相同功能 但其基础软件是完全不同,也不兼容 iOS只会安装在Apple制造的设备上运行 安卓就广了 许多公司都有生产安卓手机与平板电脑,如华为、小米、OPPO等 这也代表说,你不能在安卓设备上运行iOS 也不能在iPhone上运行安卓系统 安卓与iPhone的应用程序 iOS和安卓都能安装应用程序,也就是俗称的App 但彼此App都不兼容 不过,很多开发商都有针对两个作业系统个别开发专属版本 因此你还是有机会与App市场中找到相同的App 另外,安卓应用程式的总数 一直以来都比iPhone高,看起来好像很不错 但实际数字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有不少报告指出 类商店中有不少内含恶意代码的软件 也有许多低质量的应用程序 相对的,iPhone的应用程序基本上都有一定质量 你很少会下载到不满意的选择 一般来说,iPhone用户在应用程序的消费多于安卓 因此开发者的收入更高,才会有这么公司 愿意投入精力开发高质量应用程序 当然,这不是一定 安卓还是有不少出色的应用程序 很多时候开发商都会先制作iPhone版本 等到之后有时间或更多金钱 在开发安卓版本 有时候甚至不考虑,但这种情况现在已经越来越少 毕竟安卓市场非常大 安卓与iPhone的安全性 随着智能手机已经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安全性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关于这点,这两款智能手机平台却非常不同 安卓的主旨在实现更高的操作性 并且能于更多设备上使用 简单来说就是开发 这么做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 就是安全性比较弱 有研究发现高达97%的智能手机并不与恶意软件都是攻击 安卓,iPhone非常少,几乎没什么听过 这份研究也写的其余3%是iPhone与其他非安卓平台 这也要归功于苹果严格控管iOS与其App Store 让有心人士很难下手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这篇安卓和iOS谁更安全 有更详细说明 除了以上大方向 下面我也整理几点两者的使用与细部差异 一、iPhone主屏幕画面的可定制性不如安卓 安卓的最大优势之一 就是它是开放式系统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品牌 也因此主屏幕画面我们可以依自己的喜好、需求 来定制、个性化 iPhone的iOS为封闭式 有非常多限制 你几乎没有太多事情能做 简单来说 安卓绝大多数都能调整 更改应用程序的图标与顺序 创建放置多个应用程序的文件夹 二、App Store界面设计非常有质感且好找 虽然相较于过去 现今的Play商店已经获得显著改进 便等更容易浏览 但App Store这点依旧做得更好 我手上两款手机都有 每次进到App Store寻找应用程序时 都让人感觉轻松 且可以很容易找到自己想寻找的类型 Apple也会不时地发布专题文章 让我们能发掘更多应用程序 三、iPhone的付费应用程序比安卓多 就如前面曾提的 iPhone用户更愿意花钱在应用程序上 也因此在App Store会找到很多高质量的付费应用程序 这有好有坏 好处是既然花钱了 您所使用的应用程序都不会有广告以及一定质量 使用体验非常好 安卓虽然有很多免费 无需花钱 但相对开发者就会从其他地方来赚钱 这当然就是广告 广告一多 应用程序的界面一定变更混乱 使用起来感觉就差 四、使用iPhone时照片、文件、视频、音乐等数据 无法轻松转移到Windows电脑 如果你是使用Mac 那这点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如果是Windows电脑 就必须考量 安卓把数据线连接到Windows电脑后 就能直接转移数据资料 操作就跟使用USB随身点一样 iPhone则必须下载安装苹果官方的iTunes或其他第三方软件 才能进行相关操作 5、iPhone的更新不仅比安卓快 寿命也长 iPhone基本上每隔一阵子 就会获得修补漏洞之类的小更新 每一年也会有一个大幅度升级版本 如iOS12、iOS13 通常三、四年前的iPhone都能升级到最新版 但安卓就不一定 安卓除非是Google自己推出的智能手机 才有机会三年 要不然即便是各品牌的旗舰手机 大多都只能获得二年的新版本升级 中低阶更不用说 可能只能一年甚至没有 安卓手机也很少会有安全性的系统更新 结论 透过以上的分析 你应该对iPhone和安卓有一定程度认识了 希望有解决你所有疑问 如果还有其他 欢迎于文末留言给我们